这部漫画是漫画家沟楼 根据国内真实案件创作而成的 故事发生在一所学校内 在一个孩子小学的年纪里 老师正说着有关小生书的事宜 随着而来的就是开始点名批评倒数几位同学的成绩 倒数第一名 唐晓英 倒数第二 张莉莉 当老师念到这两位同学的名字时 原班人的谢谢思雨和暗笑声 充满了整个教室 可莉莉却是望着天空买不在乎的 张莉莉 张莉莉你在干嘛 张莉莉这种开小菜让老师十分不满 而她本人对学习也是很有怨言 因为自己也有补过课 也努力过 成绩不见长 也没办法 时间到了下课时 作为倒数第一的唐晓英 则是看得很开 晓英是个先天心度落智 她是莉莉唯一的一个朋友 这时晓英提议一起回家 可莉莉却嫌弃晓英身上 有种说不清道不明的臭味 很是抵触 这时晓英的妹妹小夕也赶来 也要跟着一起回家 这个晓英还是刚独一年级的 同时擦身沦落人 香夕总是软的捏 原本上上下下都不愿意跟这两个擦身玩 而作为擦身的晓英还经常欣附莉莉 可莉莉 你说她身边也没有个朋友 只能认有晓英各种媳妇 时不时的揪揪耳朵 想想那条什么的 无数发泄她就只能找小夕来出戏 但这小鬼惊灵的很 被媳妇就直接告诉给自己老妈听 可怜的莉莉又换来一顿打 作为晓英的妈妈 也是有点疯癫和智障 你说莉莉家带的过去的话 也不会有这样的处境 关键是她家里还有两个妹妹 母亲又在六年前离开了这个家 父亲一年只回来一次 家中就只剩下奶奶一个长辈 什么事都得让莉莉一个人做 做完事她还要被数落一顿 说是别和那傻子玩 你看你 惹谁不好去惹傻子他妈疯子 就这样 莉莉暗暗下定决心 不再和晓英玩 可离开晓英又会有谁和她做朋友呢 坚守原则的她 没几天又和姐妹二人玩在了一起 就有那么一天 三个孩子在一个大门里 看到一辆崭新的自行车 但从这大门缝隙里往里看 又看得十分的难受 小银姐妹二人就开始拼了命的 踹大门 砰砰砰的几下 拴门的大铁铁直接崩开 这行为直接被安保大叔抓了个现行 事行就闹到村委会这边 作恶的姐妹二人一口同声的说 这一切都是历历一人所为 赔钱的自然也是这穷困潦倒的家庭来支付 你这野孩子 你妈就是在外面没守规矩 挺个大肚子来我们家的 你这小野种也是这么不守规矩的 早晚有一天把你扔了 可野孩子不就只能和傻孩子成为朋友吗 除此之外 谁还待见他们啊 就这样 在一天零睡前的夜晚 张莉莉有了一个奇怪的想法 时间很快就来到周五下课的时候 张莉莉就提议去矿山摘野果子去 姐妹二人也没有多想 便爽坏的答应了她 但谁也不知道 莉莉早在三个礼拜前就筹划了这件事 她被奶奶说要补课拿了十块钱 不用着十块钱买了一瓶可乐和两包强力鼠药 随后她把阿伦带到矿山里 可这矿山的规模对于小孩来说过于庞大 走了有好一段路的 他们便觉得口渴异常 此刻张莉莉便从书包里 拿出事先准备好的可乐 姐妹二人是真香口后 打开喝了这瓶可乐 可这药效极其的坏 喝得最多姐姐小盈是直接吐血 耳后倒地不起 妹妹喝得少 竟这一星期没跑两步也一命乎乎 时间十字周一才被巡逻的保安给发现 谁之而来的就是警察对班级内的各个人员排问 大家对汤小盈的评价都不怎么好 终于到了张莉莉的问话 听说你和汤小盈玩得很好啊 可莉莉却四口否认 说跟她一点都不熟 警方的线索到这里就断了 但很快尸检报告就出来 说是服用了强力鼠药 其成分可以在十几秒内发作 加上两姐妹平时就喜欢跟着疯子妈妈翻垃圾吃 这件事很快就得出是意外身亡的判断 可有一点说不通 可乐对于他们来说是一种奢侈品 既然如此 紧到可乐不立马喝掉 而是在荒芜人烟的地方喝 这一点明显不符合常理 我们视角就转到警察这边 当盘查问到当日巡逻的保安时 保安就说当天没有看到他们手里的可乐 他们那天就说去山上摘果子去 稍微正常一点的孩子都知道 那座山就是一座荒山 树都没有哪里来的果子啊 那么肯定就是有人怂恿的 顺着这个思路 警察这边重新对所有人盘查了一遍 却发现姐妹二人和莉莉玩得很要好 那么莉莉她为什么要适口否论呢 那么第二次询问时 莉莉只是轻描淡写的说 姐妹二人喜欢发垃圾什么的 表情也没有紧张和不安 她描述当天放学 二人后面有两个不良心灵 手里还拿着可乐 随后他们就跟着走 五官面容什么的还描绘的特别细致 红黄头发的两人走路一晃晃的 虽说平日里老师是比较苛刻 但这都是为孩子好 见张莉莉都被排问了这么久 老师这边也就打了勾满婚眼 让莉莉上课去 放学后老师还问她 以后的梦想是什么 莉莉说自己没有梦想 但如果说要做一件最想做的事 那就是离开这个地方 因为她不想再看到小姨妈妈的身影 这会让她想到自己只有奶奶这一个长辈 受什么委屈都得自己憋着 但这一切都逃不过现在鉴定手段的乏野 可乐瓶上的指纹 此时嫌疑人就是张莉莉无物 那个所谓的红黄新年 其实就是灭树墙上的logo 而店老板被排问到这回事实 还能想起是一个多月闲的事 因为自己开店这么久 就没有过小学生买老鼠药 所以当时印象特别深 周日下午十分 民警把莉莉从家里带入县官局 这也是莉莉第一次到县城里来 路上民警引额把事点破 带着她来到肯德基内 是能夺好的 看着狼吞呼咽的莉莉 民警才把事情缓缓到来 你知道他们俩还在医院里吗 可莉莉到了这份上 还是不予承认 继续糊弄着民警 医生说了 只要知道他们中了什么毒 他们就可以立马恢复 愁出的莉莉这时沉默了良久 而后哽咽地把事情全部说了出来 老鼠药我放在书包里一个月 在这段时间里 我要好几次想扔掉的冲动 但姐妹俩天天歇赴 是让我彻底下了狠心 而被关进居留所的她 却觉得这里比家里还要好 故事结束 那么这个故事的真实原型是来自2015年 湖南衡阳县附近的一个小镇 犯罪嫌疑人莉莉 年仅12岁 却往可乐里 头涂诱骗姐妹二人喝下 姐姐当场死亡 妹妹冲往医院后 不死而亡 一切的喜应就是 三人在回家的路上玩闹 莉莉就提了一脚谈小盈 而作为制造母亲 想不出保护女儿的更好方法 就狠狠地揪了一把莉莉的耳朵 而姐妹二人还把一件薛德式 嫁祸给莉莉 就是这样埋下了祸根 其他内容和漫画描述的一致 而这件事在当时 引起了非常大的社会轰动 一是犯人缘才12岁 二是农村留所儿童的问题 三个海亭虽说都不是一家人 但其属境都基本一致 儿童是很早离不开家庭 学校和社会 当父母不得不为收获而外出打工 学校和社会又能否对这些 留守儿童进行引导和重视呢 我在查阅相关资料的时候 还发现 贵州毕捷一家四个留守儿童 集体自杀事件 最大的哥哥 13岁 最小的5岁 令人惋惜的同时 又不得不感叹一声 我国虽然发展迅猛 但忽视了太多太多 但信心是 我查阅到 2018年留守儿童比例 总体下降 22.7% 也说明了 在高楼隆起的时候 没有忽视那些需要关注的孩童们 对了 现在平台上有一个新功能 就是手机档 可以长按点赞按钮 实现一键三连 喜欢这个视频的观众老爷爷 可以怎样做的哟 我是黄爷的左马小说家 我们下个视频见吧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